下午17点 足协宣布突发决定 U22国足正式退赛 李铁这会儿全了 大家好我是胖周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那么视频的开头 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 给胖周的这条视频呢 点点赞 您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喜欢国足的球迷啊 看到胖周的这条视频 那么咱们言归正传 聊一聊咱们中国足球啊 那么可以说 在今天凌晨的中国男足对阵沙特队的比赛 大家也都看了 对吧 中国队也是2比3 输给了沙特 遭遇了目前我们4场12强赛的第三场失利了 截止到本轮比赛结束之后 对于咱们国足来说 要比上一轮踢完之后 我们的形势严峻了很多 因为在本轮比赛 沙特赢球了 日本赢球了 阿曼也赢球了 现在呢 在我们这个小组 中国队依旧排在小组第五 但是呢 我们却被身前的 你像日本和阿曼甩开了差距 上一轮比赛 中国队跟阿曼和日本都是3分 结果呢 这轮比赛结束之后 沙特已经12分 澳大利亚还是9分 日本和阿曼都是6分 只有国足原地踏步还是3分 这样一来 使得国足 其实我们现在想要去冲击 出现的名额 甚至说冲击小组第三 都已经看上去是有点困难了 那么目前来看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 是吧 国足接下来将会返回到国内 来备战 接下来11月份的两场失利赛 那么11月份的两场失利赛 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 绝对是分水岭式的两场比赛 替阿曼和澳大利亚 这两场比赛非常有可能会在我们国内进行 那么如果说在国内进行的话 对于李铁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我们如果说能够拿下这两场球的话 或许帮助球队能够迎来一定的转机 但是这两场球 一旦说我们再度的延续颓势 一连败的输下去的话 那么对于国足 对于李铁的命运来说 都将会带来极大的反转 所以说接下来 广大的中国足球迷的所有的目光 都将会万众瞩目的投向 李铁投向国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近日 我们知道中国足协在11日下午17点 官方正式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正式宣布 咱们的U22国足正式的退出了 即将在塔吉克斯坦开打的 小组赛的亚运赛的小组赛比赛 并且宣布将会把接下来的备战目标 投入到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上 也就意味着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我们国内的各支国字号队伍 都将会没有比赛 只有咱们李铁率领的国家队有比赛任务 那么这样一来 无疑就给李铁施加了无形中的压力了 其实呢 对于李铁来说 原本计划之中 其实U22国家队参加这一次亚运赛的话 是大概率要参加的 因为当时传出消息来 是吧 因为原本咱们小组内的 你像有印尼 有澳大利亚 同时呢 还有这个文莱 那么在计划之中 其实这一次的比赛会在印尼进行 但是呢 印尼由于安全因素的考虑 亚苏联把这一次比赛地 转移到了塔吉克斯坦 那么转移到塔吉克斯坦之后呢 所有人都认为中国队 这一次参赛应该没有问题了 对吧 但是呢 由于他们当地 是吧 塔吉克斯坦 当地他们小组 还有四支球队 再加上中国队这边 有四支球队 虽然说中国队这个小组的 文莱已经推赛了 那么算上中国队的话 还有七支球队 那么七支球队 在塔吉克斯坦这个国家 是吧 进行比赛的话 要被分到三家酒店 那么至少要 每个酒店分两支球队 甚至有的酒店 要分三个球队 住在同一所酒店 并且呢 只有两个训练场 提供给七支球队 你们分摊去使用 而且呢 只有一个比赛场地 来提供给这七支球队 来参加比赛 所以说这样一来 无形之中 就给国足 我们如果说 前往塔吉克斯坦参赛的话 会跟这些球队 有一个非常密切的接触 这样一来呢 安全方面就保障不了 这样一来 最终经过足协的 层层的一个考虑 最终也是宣布 退出了这一次比赛 其实如果说 我们U22国足 去参加这一次压运赛的话 会给李铁和国足的 将士们分担一些压力 分担一些注意力 对吧 那么不管是U22国足 他们打出好成绩来好 还是成绩不好也好 都在一定的舆论上 会减少李铁身上的压力 但是呢 目前U22国足一退赛之后 导致大家 所有的万众瞩目的目光 全都投向了国足和李铁 那么这样一来 让李铁就无处可逃了 那么接下来李铁 他必须要拿出成绩来说话 眼下刚刚打完的 上他这场球 很显然 李铁他责任最大 因为呢 在场上 他的临场指挥 应变出现了很严峻的问题 对吧 而且在赛后 他并没有主动做出一个道歉 这就能够看出 李铁他在用人伤的固执 让国足付出了一个惨痛的代价 那么接下来的比赛 他能否及时的立晚狂澜 率领国足在11月份 我们打澳大利亚和阿曼两场球中 及时的指出颓势 来完成一个触底反弹 将会直接决定 他自己的执教命运 以及国足的命运 不过说 接下来李铁 面对着这种压力 自己承受不住了 率领国足 接下来两场球 继续输下去的话 那么或许对于他 这个率位来说 可就真的悬了呀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球 再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州的别忘点关注 胖州二天的陪宁 聊点球